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各位可能有所不知 肃毅将军在让元帅之前曾经两次让过司令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咱们就来了解一下 肃毅亦让司令的故事 发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 当时我军根据形势变化 决定把新四军的一部分主力部队 北调到山东加入山东解放区 而留在苏宛的新四军部队 则另外组建成苏宛军区 后又改称华中军区 而肃毅让的就是华中军区的司令员 当时毛主席指明让肃毅当新组建的华中军区第司令员 并让年长肃毅九岁的张鼎成 担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 当肃毅将军得知这一消息后 立即说 这不行 怎么由我当司令员 鼎成同志当副司令员呢 应该调过来才对 看到这可能大家有些疑问 为什么肃毅坚决不当司令员 而要做副司令呢 除了张鼎成年长一些 还有别的原因吗 答案当然是有的 原来在新四军初创始 张鼎成一直担任新四军第二支队的司令员 而他的副手 即第二支队的副司令员 就是肃毅本人了 后来张鼎成前往延安参加中共七大 后又留在延安工作 就在华中军区成立后不久 张鼎成同志由延安返回 因此肃毅将军认为 论资历应该由张鼎成同志 担任华中军区的司令员 当然肃毅将军可不是装装样子 说几句漂亮话 他亲自起草电报 向毛主席报告请辞司令的原因 丁程同志 无论在才得资各方面 均远较职为高超 抗战之前 均为长辈 抗战初期 则为直指上级为重网 并以立今后工作起见 请中央以鼎成为司令 时当尽力协助 以完成中央给予之光荣任务 毛主席接到肃毅电报后 和朱德总司令商议后认为 以肃毅的才能和威望 担任华中军区司令员是合适的 所以 并没有采纳肃毅将军的意见 远见自己发出去的电报 迟迟没有得到回复 肃毅将军当即又发了封电报 并重申了上次承报的理由 这一次中央被肃毅同志的诚意打动 为了更利于他在华中展开工作 因此同意了肃毅让司令的请求 在这之后 肃毅将军率不打了一系列有名的战役 更是在孟良故一战 歼灭国民党军五大王牌之首的七四十以上 就是肃毅将军义让司令的故事 关于将军的而让司令小编在下回给大家再作份 且尽请期待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